2021年8月14日 格陵兰岛最高处涂降暴雨 70亿吨雨水倾盆而下 导致87.2万平方千米的冰川 在一日内融化殆尽 这是有记录以来 这个高点降水首次以雨 而非雪的形态落下 受高温天气影响 全世界约40%的人口 生活在沿海100千米的范围内 如果冰川全部消融 海平面将会上升6米 这是灭岭之灾 地球变暖 以危及人类的生死存亡 2022年 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再创新高 超过368亿吨 其中仅钢铁液的贡献 就超过30亿吨 作为钢铁的口粮 焦煤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诟病 我们能否放弃钢铁 钢铁也练 能否告别焦煤 在过去的300年间 从未有人如此叩问 因为人类现代生活的几乎一切 都发生在这个钢铁铸铸铸的世界中 这无疑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矛盾 如果保护这个蔚蓝色的星球 是全人类共同的责任 那么焦煤该不该拥有未来 或者说 焦煤将何去何从呢 第四季 我们有性2 carbohydrates 费尔迪所长自小在罗尔区周边长大 他亲眼见证了这座因霉而行的重工业城市 一步步从烟尘滚滚 转变为如今的绿色清洁 我记得当时天空是灰色 你能看到的霉 你能看到的地方是灰热的 你不能在几个日子 不可以在几个日子放在外面 因为它会变得更坏了 这就是全世界了 我们现在有很好的水质 这就是关于这些专业的专业 都是专业的专业 1871年1月 普鲁士首相奥托冯比斯麦 凭借铁与穴建立了德意志帝国 随即 卢尔区成为欧洲乃至世界最大的重工业区 因为这里丰富的煤层 很幸运包含钢铁的口粮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 凭借丰富的焦煤资源 与先进的炼钢技术 德国粗钢产量占到世界的20% 超越英国 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钢铁生产国 但强大的钢铁生产力 意味着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 经济水平 同时也意味着资源的大量消耗 当时关注到什么关注 短信,大家 Zhang lent行铃避失光恐怖的盘主已经世上, 看到有一个非常voor敏感原因 因为 base阿斯省,OV, Państwo 加尔方, 情äche这样的Й识是价格、曾经老物 개발的货户 通过也达两件越贻而行而很低 en grand percentage, of the resource. However, when you go underground mining, there's only certain scenes that can be targeted via underground mining methods. You have to mine in a depth of 2000 metres here in the Ruhr area. So coal mining was, at least in the last years, heavily subsidised, because economically, it was not a production which was viable. 无疑比钢铁更加冷峻的是市场逐立的步伐 因为哪里的焦煤质量更好 成本更低 市场便自然而然地奔向哪里 不过世界焦煤资源的分布并不均衡 超过80%的可财主量 主要集中在中国 俄罗斯 蒙古 澳大利亚 美国 其中中国山西焦煤是公认全球最优质的煤种 2000年以前我们焦煤也出口 进入本世纪经济发展加快了 更活跃了 欧洲缺少焦煤 所以咱们还出口焦煤到欧洲去 我们当时经济不够发达 我们只能这么做 2018年5月 一篇名为《别了柳林四号熊猫煤》的文章 在网络上热传 熊猫煤是上世纪80年代 日本专家对山西铝粮焦煤的专用称为 这里的焦煤因低流 低灰 高粘节性 高焦质层等特点 被国际同行评为全球最优质的焦煤资源 在中国各行各业争相出口创汇的历史进程中 大量的熊猫煤被加工成焦炭出口至日本 韩国 直接成就了日本角逐国际工业舞台的新日帖 以及韩国钢铁业基深世界一流的辉煌 焦煤一定是很宝贵的这样一个资源 这种资源的话是用没了就没有了 有点像我们的珍贵的稀土这样一个资源 它不像我们大宗的洞里面 我们可以用很长的时间 百年这样的时间都没问题 但是焦煤是这样 然而 经过几十年大力开采 山西柳林四号主焦煤即将断采 这一全球最优质的焦煤资源即将成为历史 令人无限唏嘘之余 我们不禁要问 我们的资源观究竟处在一个什么阶段 钢铁工业是国家命脉 是国民经济的中流砥柱 2020年 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粗钢产量 突破十亿吨的国家 经过几代人七十多年的艰苦奋斗与不懈努力 这个东方大国终于建成了全球产业链最完备 规模最大的钢铁工业体系 但如于饮水 冷暖自知 最大并不意味着最强 粗钢产量突破十亿吨 如果你按平均水平来算 我们国家目前的人均的粗钢消费量 可能也就是七百千克左右 如果看日本和美国 所以我们只是刚刚实现了人家好几十年前的一个水平 一些先进的资本主流国家像美国 它主要用的是废钢 大量的汽车报废就还炉 就变成钢子 从铁矿再变成铁水 再变成钢 这个过程都不需要了 十年一百年以前 我们钢铁很少 对吧 废钢就少 我们中国有一个很重要的产业 就是拆船 不要的船 咱们买了这儿把它拆了 拆那些东西去练钢 因为我们中国稍微发展得慢一点吧 铁桥啊 铁路啊 好多好多设备啊 都是钢铁 我们不行 等不及 等房子塌了 还有谁把钢基础取出来 里面有 现在铁水就要用焦炭来练 到现在为止 应该说 还没有比这个办法更好的办法 没有 2022年2月 俄乌冲突爆发 这让意志致力于去煤化的欧洲国家 遭遇重创 但美好的理想 永远离不开现实的土壤 在石油 天然气 价格飞涨 供应不足的形势下 欧洲各国对煤炭的需求 不见反层 尤其焦煤 一度更是价格暴涨 在美国的领域 他们说 我们不会使用铁 因为它是高质量的 货币 欧洲冲突以后 俄罗斯的煤炭石油 退出了欧洲美国市场 包括德国 重启煤电 这样整个欧洲 对钢铁煤炭的需求 大幅度恢复 所以整个抢占了 整个世界煤炭的资源 市场本是由看不见的手操纵着 但在波轨云厥的世界局势面前 一切都变得更加错综复杂 因为除了焦煤价格 钢铁工业的另一主要原料 铁矿石的价格 早已是连年攀升的趋势 国家统计局的报告显示 2015年中国铁矿石 对外依存度 首次超过80% 进口9.5272亿吨 平均每吨60.48美元 到了2021年 中国铁矿石进口量为11.2亿吨 而其均价已飙升至每吨 162.18美元 而尤其值得警惕的是 如今全球焦煤市场的把持趋势 已不亚于优质铁矿石 五大焦煤供货商 占据了全球市场份额的55% 全球铁矿石的供给情况是个啥情况 一点就没到供给情况 啥啥情况 只有在两个品种 整个市场的区域上都相对评委 才能区击合理区间 但是在市场极端的情况下 会导致这两个原燃料降到有所病例 完全靠进口 我们就没有市场价格权 一定权了 那么所以我们还有自己 煤炭还是我们80能源的要丧失 万幸的是 早在2016年 国家发改委便联合煤电钢行业协会发布通知 明确2016年至2020年 建立电煤钢煤中长期合作基准价格 确定机制 以长鞋基准价为基础 建立价格预警机制 2018年9月 国内多家煤焦煤企业 共同创立了中国焦煤品牌集群 其目的 除了平易市场价格的异常波动 更是为了长期保护 中国整个煤焦钢产业链的健康发展 烈焦煤主要企业最早是8家 后来到10家保证这个烈焦煤的供应 稳定烈焦煤的价格 这两年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后 世界的烈焦煤价格4000多块钱 我们国家钢厂的接收的长鞋价格 也就是2000多左右 跟市场的价长到1500块钱 2020年21年 钢铁行业的盈利水平达到历史峰值 这个水平实际上就是 烈焦煤的中长鞋供应出来 它是占着国家的大局 主要源于链焦煤这个资源的利用 绝对不是为了追求利润 从煤焦行业来讲 如果销售区的或者叫钢铁行业的采购区的不为力的话 那么销量出现波动会导致我们酷水 急剧膨胀或者是大起大落 从来影响到生产 这会给我们整个煤焦行业安全生产 造成极大的影响和威胁 沧海横流 方显英雄奔色 2022年 中国粗钢产量稳定维持在10.13亿吨 占全球比重达到55.3% 较上年同比提升了1.2个百分点 其背后 只有10%的焦煤依靠进口 而焦炭几乎百分之百产自国内 很难想象 如果没有这块压仓时 中国的钢铁产业该如何度过难关 虽然石油资源的峰值在历史上被多次预测 又多次被新的储量所打破 但近几十年来 焦煤资源的储量却一直没有出现新的增长 如果用储量比产量的话 我们大概可能就能开采购几十年 小几十年 道足且长 行则将至 令人欣喜的是 大家都在积极告别 傻大黑粗 从效益效率 安全 环保三个维度着手 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持人 鱼必须 非 对 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 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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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焦煤炼焦煤清洁利用实验室正式成立 除了重点展开对煤结构的前沿基础科学研究 实验室还将以煤为基 为煤炭的清洁与高效利用探索创新之路 作为这个跟焦煤相关的 从上游一直到下游也就是从开采 一直到最后用的话呢 都会涉及到怎么去清洁利用 毕竟焦煤量逐渐是减少的 其实我们国家单前对科技体系的重视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 这不是关我们一家 应该是我们整合全国的资源 一起来干这些事 前路漫漫 只有在更科学 更本质的层面上 重新认识与理解这块黑色石头 我们才有可能摸清未来的发展方向 这不仅是中国交美的使命 也是人类共同的理想 酸和油和自然货 建立了现代的世界 但现在酸和其他货币 都决定了一个巨大危险 所以这意味着 建立一个世界的经济 从从氧化的观点 观众的观众 并到2050 所以我们说 比较少于三个年轻人 它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能够得到 到2050 世界上 因为它不会全部都会同样 没有一样的一样 一样的一样的一样 每个国家都会有 相同的一样的 一样的一样的 它是他们的一样的 一样的一样的一样的 一样的一样的一样的 中国是一样的 在環境上有很多问题 有很大的国家 所以我认为中国的未来 在这方面的目标 作为一种稀缺的资源与重要原料 焦煤为中国钢铁工业的建设 和国民经济的发展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这似乎还远远不够 很少有人知道 如今在全球市场格局中 举足轻重的欧盟 其前身正是欧洲煤钢共同体 煤与钢的联合 成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欧洲人重建家园的希望与基石 中国正处在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 煤钢交产业链的构建 显然被寄予了更多的期望 有限的焦煤还得挖掘出 无限的潜能 雪煤嘛 它就是把这个原煤 按照灰凤的不同 比重不同 可以把它封为精美中煤 干屎 煤泥 这些啊 它对环保 节能高效 突起的很重要 像我们洗的精美 可以直接当那个产品 应该焦化厂使用 你们经历在焦化厂 有没有感受到那种很重的焦油味 好像还好吧 过去全部是露天 现在金同账 我们目前一直在做着工作 用一个新的亮晶方法 来代替过去的 像我们的治理要比国外的肯定不差 但是还是任重道远 资源并不是取之不绝的 我们国家规划是到2035年 我们的肺钢的使用量要达到4亿多 还有呢 现在在国内外都在做氢气炼钢 那里是更加艰难的 所以它会跟我们有些年轻 可能会比较长时间 比较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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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最后 我们会得到这些时间 我们会得到达到 所以我肯定是在这些时间 我肯定是在那里 在最后 我们会得到这些时间 我们会得到 极限的设备 这些时间 潮溪树 大自然碰撞与交融的杰作 一天天 一年年 海洋与陆地 通过这一棵棵神奇的巨树 交换着彼此的能量与养分 对于世界上所有的经济体系而言 我们正从攫取廉价丰富的资源 转向管理稀缺昂贵的资源 面对变化 我们必须用更高的生存与发展智慧 来回应来自未来的挑战 这是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挑战 有很多推幅中的政治 在现在的国家 我认为要就是要 我们定乱都要其中解装 那座老小问题 挑战 我认为 特别的最大的 酷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未来的未来 一切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这个问题我们问了几十年 殊不知焦煤才是那个一直被我们所忽视的 埋头苦干的保尔科查金 如果说煤炭是乌金 那么焦煤就是乌金中低调的钻石 煤炭是工业的粮食 我说一个机体缺了粮食要饿死 原料掌握我们自己手上 科技掌握我们自己手上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运 钢铁依然是工业的骨骼 但焦煤留给我们的窗口期已不足五十年 机遇与挑战并存 或许在不远的将来 我们当下看到的问题将不再成为问题 但通向未来的路 毕竟始于脚下 中国焦煤 任重而道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